讲到新天二宝,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世界上有名的迪士尼世界 就是以新天二宝为蓝图而设计的 当初巴巴里亚国王鲁道夫二世 在18岁继承王位的时候 就一直想要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 所以他花了17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座建筑 来到这里最大的享受 莫过于搭着马车徐徐上山 进去参观的时候 除了参观皇宫寝室以外 别忘了五楼的剧场专位的天鹅骑士 罗恩国格林传说 新建的场景以及最早的人工宗主石洞 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再到后山的马丽恩古桥 欣赏新天二宝的全景 以及巴巴利亚的风光